Hello,大家好 因为有的朋友是使用Windows2Go 却无法顺利使用Refine多系统选单 所以这支影片主要是介绍如何设定调整 才能让Windows2Go搭配Refine使用 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所谓Windows2Go就是把Windows系统装在外部装置上 装置可以是随身碟甚至是MicroSD卡 应用在Steam Deck就是在SD卡装上 Windows2Go从SD卡引导开机进入Windows系统 免去分割硬碟的步骤也能达到双系统配置 要制作Windows2Go也很简单 将SD卡准备好 使用Rufus软体选择Windows ISO安装档 将映像档选项调整成Windows2Go即可 然后选择从SD卡开机 就会开始安装引导分区资料 以及在SD卡上建立系统 进入系统后将Steam Deck的Windows驱动多灌好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这里要注意系统是建立在SD卡上 意味着使用Windows系统时就要一直插着 至于安装Refine的多系统选单 这部影片就不细说了 更详尽的安装过程可以参考右上角的资讯卡 如果是依照我之前影片的步骤 安装Refine多系统选单 以及到恢复模式 请用Windows引导开机 虽然可以正确进到Refine选单 却也无法从选单上的Windows进去 那是因为选单是针对安装于 内部硬碟上的Windows 我们只需要编辑Refine的参数文件 即可把选单上的Windows 变更成SD卡上的Windows2Go 打开RefineC1F参数文件 移到最底下 找到Windows SD Card的系统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该项系统的选单打开 首先把底下的Disabled参数删除 然后打开磁碟分区管理员 选择SD卡装置 找到FAT32格式的引导分区 按右键选择属性 然后将分割区的UID编号复制起来 返回编辑参数文件 把刚刚复制的编号贴到Volume后面 这是告诉系统要引导的是哪个分区装置 复制好后我们还要把原本硬碟上的Windows选单给关闭 否则Refine会跑出两个Windows选项 网上找到Windows选项 我们要做的是把该系统选单关闭 在Graphics on底下加上Disabled参数即可 这里我是复制底下的参数 直接贴上来省得自己打字 好了 这样就完成设定了 接下来储存 然后重新执行Steam Deck Refine Install.sh 文件 直接对着Steam Deck Refine Install按右键 然后选择在Console中执行 重新安装并套用参数后 就可正常引导Windows to Go的系统选项了 我们试着重启 看能不能从选单进入Windows to Go 进来了 这是我SD卡上的Windows系统 只是制作Windows to Go时 忘记改标签名称了 其实我硬碟上的Windows还在 只是从原本的C槽跑到F槽了 这样基本就设定完成了 可能会有人希望Refine都不按时 可以预设进入Windows 所以接着影片顺便讲一下 打开Refine CONF参数文件 移到500行附近 找到Default Selection参数 我们只需要变更第一行的参数即可 这边的数字是代表选单 有左自右的顺序排列 最左边通常是SteamOS 右边是Windows 所以假如想变更成预设 进入Windows 只需把数字改成二即可 假如你不止装一个系统 那就一样化葫芦 改成对应的数字 改好后储存 然后执行Steam Deck Refine Install文件 重新安装套用参数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这次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